太难听了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我在网路上论坛有看到 有人说 假设一个命盘 全局几乎都是财 那劫财进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很多人在学八字的过程里面 他们是以食神论法 什么叫以食神论法 四级神四兄什么 所以你的大运 假如进来的是四级神 好像万事阶级 你的大运假如进来的是四级神 四兄神 那一切都是很惨 可是各位 假如这么简单的话 照道理讲八字应该不会到现在 大家还在对用神的概念争论不休 就表示说八字没有简单到用四级神 跟四兄神来区分 那到底怎么会这样 其实各位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五行流通 当一个五行流通 他假如是正确的一个情况下 五行流通只要正确 当然他不管是四级神 四兄神 他都一样会好 没有人说七煞 就一定很差 也没有人说正观 就一定很好 而是要看他们的排列组合的现象 核定 所以像这个提问者 他就说假如我都是财星 那笔节进来的时候 他到底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情况 当然里面就有很多人说 可能会破财 可能会怎么样 其实各位你要看他的一个排列组 假设他的笔节星进来 结果他是笔节去克财的 那财受伤了 那当然他就是一种破财的像 那假如他进来 笔节克不动财 财是没有事的 那在这一种情况下 各位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的财运他就会维持的是一种平稳向 同样的道理 他的八字 假如是进来笔尖生食伤 再来生财 这样子他的财运反而会变好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 他的一个排列组合的现象到底是什么情况 而不是一个直觉反应 劫财进来就破财 七煞进来就官非是非 三官进来就是一大堆是非小人 各位不能这样子去推论 那假如你八字只要有这些四兄神的话 你是不是就很惨 当然不是嘛 你看他排列组合嘛 了不了解 排列组合 排列组合 ok的话 当然就是没有问题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很多人在学八字他就成了什么 名词解是非 你走劫财运破财 不能这样子去论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去论 就很像我有一个客人 我们都知道财运很好 我们都希望有财 结果他的财进来 在庚子年的时候 他弟子走财 他里面有一个子丑合 所以他财心备合 这是他的财 他就来问我 老师我能不能结婚 我就跟他讲 你这流年财备合 就当做消失就好了 然后再加上备合 就等着怎样 被干掉 所以不但不好结婚 还有可能会破财 所以你自己要注意 结果他今年来找我 他说老师我今年只找你 我说你为什么要找我 老师我去年是不是有问你 我能不能结婚 我说对 只有你一个跟我讲说 我没有办法结婚 而且我还有可能被骗钱 老师真的情况就是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各位排列怎么不对 但是他去问其他的命理师 其他命理师说 这个财何进来 这个是你的财 所以你就可以结婚 那各位 我是他认识里面最年轻的命理师 就只有我一个这样子跟他讲 其他的命理师 也有做十几年的 资历比我深的 各位 所以我说过了 绝对在学八字这一块 不是看什么资历生前 了不了解 学术 我常常讲的学术才是最重要 而且学术不能够这样也行 那样也行 那变成变情丑吧 要不要解 你看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都是一套规则的 那是因为你看不懂 你才会认为说 我怎么这样子也行 那样也行 但是我的学生 一看就知道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他们都跟我学一样的东西 他就知道老师从头到尾 都是一套规则在玩的 都是一套规则 那一套规则是万变不如其中的 了不了解 他的中心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可以玩出很多刮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各位 当你一门专精的时候 中心思想是不会改变 中心的技术是不会改变 但是却可以玩出很多很多的刮样 所以各位 我希望各位在学八字的这一个过程里面 真正的重点 并不是在你学哪一派 而是你把那一派搞熟 了不了解 你把那一派玩到熟 玩到熟 把那个规则全部都用好 不要变成一个变形虫的八字 我竟然是五行派 我的中心思想一定都是回到五行深刻 我的中心思想一定回到五行深刻 我不管他的格局是什么 当我的中心思想是这样的时候 我自然就不会去改变我的看法 而我们在批命也不会很烂 客人也说爱老师没错 对不对 这样子就行了 我们没有要追求所谓的一百分 我们一切就是回归到我们五行派的宗旨 就是看五行流通 我也不会跟你讲这个七杀不好 跟你讲伤官不好 但我们的眼里七杀正观是一样的 十神伤官是一样的 正偏财一样 正偏硬一样 笔尖结财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看的是他的流通 而不是他的十神 只要流通正确 我管你是笔尖或跌财 都是好事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在五行派的观念里面 他看的就是五行流通 而不是四级神、四凶神这一些东西 对我们来讲 十神大家都差不多、差不多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